- 大家好 我是李德燕 現在錄影時間是禮拜一 早上的10點27分 跌59點 用%算的話是0.48% OTC跌0.53% 今天亞洲股市都大漲喔 只有台北股市间继续跌 跌第五天 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礼拜五美国股市跌 可是开低走高 欧洲股市礼拜五是平的 法国是涨的 欧洲现在开始从法国德国 甚至于英国都开始进入 新的一轮封锁的状况 可是欧洲股市在礼拜五 也是稳定下来了 那美国股市的部分 礼拜五是开低走高 道琼原本跌500多点 收盘跌0.5% 纳斯达克跌2.4% 分成报道题跌1.6% 但主要原因苹果 苹果财报发布完之后 在礼拜五跌了5.5% 亚马逊财报发布完之后 也跌了5% 那反而Google财报发布完之后 涨3.4% 那脸书是跌6% 推特跌20% 所以完全各股财报在决定 每一家公司股价的一个表现 那美国股市的部分其实 疫情 美国其实是不关注疫情的 那其他国家当然疫情是影响很重 大家比较在意 美国 大家比较关注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纾困案过不过 纾困案看目前这个状况来说 要过可能不容易了 因为国会已经要修会了 因为国会议员也要改选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一定会修会 然后进行改选 改选完之后才会有新的国会重新产生 所以纾困案恐怕是过不了关 那目前川普跟拜登 民调是五五波了 虽然说拜登民调略赢 可是赢的也不多 那川普在网路上的民调 反正是比较高的 所以到底入死谁手 谁能够入主白宫 到现在说不定 说不准了 所以导致于这种不确定因素 让美国股市暂时属于比较弱的状况 可是对于选后来说 我查过 历任美国总统选后 行情都是多的 只差别在于如果连任 川普连任可能会直接庆祝 川普如果输可能会先蹲后涨 可是整体来说后面都还是好的 那短线上暂时要攻也不容易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因为选情的关系 所以股市暂时会进入整理的状况 好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亚洲很强 南韩涨了0.9% 刚才最多涨到1.2% 日本目前还大涨326点 涨幅1.4% 香港目前涨了210点 涨幅0.88% 新加坡目前涨15点 涨幅0.6% 所以亚洲股市间都涨了 只有台北股市目前是跌的 因为我们太在意美国的选情 大家都一直在看美国的选情 那其实亚洲股市 很多国家其实没有那么的专注 影响还是会有 可是他们专注还是自己属于 本国境内的一个问题 那台湾太在意美国的选情 所以导致于亚洲股市间都大涨了 台北股市开了高 涨48点 还是卖压又出来 目前跌49点 既然亚洲股市都能够有 强势的一个表现在今天 所以台北股市你不要看太坏 下半场卖压消化完之后 也是会跌起来 还是会上来 所以有些股票如果是底部的股票 你不要去台阶 高的当然要走 在高档你要走 在底部的不要去杀地 反正我个人认为 个股财报反正是比较重要的 高档财报好 也是没好 你看上个礼拜 台积电 对 普瑞 联发科财报发布完之后 今天也是跌的 新兴也是一样 包含3691的合硕 也是 都一样 利多财报发布反而跌下来 所以你要买底部的 底部利多才会涨 底部利多才会涨 只有底部的股票有财报利多 才会从底部起涨 那其实最明显的例子 最明显的例子 3711日月光头控 礼拜五财报发布完之后 在美国的ADR已经大涨了 而且创新高了 今天果然就直接开盘就大涨 现在投资人也很聪明 懂得看国际盘 懂得看ADR的一个互动 那日月光我就跟大家讲过嘛 未来两个月把人做账重点 日月光是第一名的 日月光是最重要的 尤其财报发布出来 4.1比去年同期成长67% 而且公司也预告 第四季还会再创新高 去年全年才3.96 今年前三季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了 所以今年全年我估大概会有6块钱的获利 所以股价今天补涨是正常的 因为其他公司都大涨 反而日月光是没有涨 今年的涨幅还是落后的 还是复数的 所以上礼拜是跟大家讲 日月光要注意 未来两个月把人做账重点股 果然间财报发布完之后就大涨了 所以说你要买底部的基优股 不能买高档的 高档就算业绩好也没有用 也会变成利多出境 所以现阶段应该个股会优于大盘的一个状况 不要去队管 尤其现在当中做得太热络 大涨带量反而都危险 压回低阶才会安全 四大主流 我能说一句的 额温腔 防疫概念股还有口具 国具 制裁中心收费股 平概股 平概股这两天比较弱 可是你也不要看得太坏 这是短期现象 那小摩已经发布 加码平概股 因为第四季 苹果的销售iPhone的部分 一定会大方益彩 所以短期现象的时候 股价再高单危险 股价如果再低的话 你忙去抬购 掌握低的一个买进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防疫概念股的部分 今天防疫概念股比较强势的 比较强势的部分是 是在好展 好展发布以后 每一季发放鼓励 今天又大涨7.5% 今天大涨7.5% 又创新高了 又创新高了 但涨高我不喜欢去追 热硬目前是小跌5毛钱 这个相对大盘 很胸跌 现在就等过关 因为压力关卡还没过 所以还冲不出去 等到压力关卡97.8%一过 会充哦 你如果这段期间听我的话下去买 80几块90块 其实都很好买 今天最高96.5% 今天最高96.5% 口罩的部分恒大 目前是小跌1块半 这是相对很强啊 相对大盘很强的个股 我对百二块开始说的 现在一百三几块 上礼拜最高143块钱 145块钱 只要能够 警线143能够突破站稳 这个才刚好加速而已 恒大在9月的EPS2.86元 我大概算了一下 第三季应该会有8块钱 第三季如果8块钱的话 那么前三季应该会有17块钱 全年应该22到24 利润太高了 68%的毛利 那订单依照公司的说法 订单已经排到年底了 甚至于到第一季去了 所以恒大随时都还会在动 因为你看最近都是这样 长虹带量就会压回整理 因为当冲占了快70% 高达69% 所以恒大随时低接 所以现在的行情 只要是大涨带量就不好对啊 短线就会回来 那如果急杀反正你要低接 懂意思没 大涨你不能 带量的大涨你不能追 尤其量特别大 你如果说量是很温和的控制住 那就没关系 如果是瞬间爆量 代表当冲太积极 过来两天就再压回来一次 那如果急跌 你就可以低接 好国具今天最高又来到360.5元 礼拜五的时候外资又加码国具 礼拜五外资买国具买了2187张 买了2187张 所以今天大盘开低 跌国具反正又来360元 可是盘卖压太重了 所以现在目前是跌一块半 这要跌有些 我给大家看过 日本两大厂春田制作所跟太阳诱电 那个股价都已经涨到外太空去了 股价都已经破今年高点冲出去了 你看春田制作所 今天小跌0.6 0.6一点点而已啦 你看人家股价涨到哪里去了 你们来看 那根本股价都不下来的 根本股价都不下来的 汤又店也是 那个股价目前位置都在相当于国具 都相当于国具在540元的地方 相当于国具股价在540元的地方 所以法人外资喊国具500次 我觉得不为过啦 我觉得不为过 所以国具 不好买不买哦 这随时都会冲出去哦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盘面上一些重点的股票 好 国阳礼拜五外资也是大买 礼拜五外资大买国阳 2915张 2915张 然后今天开高 目前涨了2% 国阳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现金减资的 公文已经核准了 金管会已经核准了 所以我估计如果快的话 大概这个礼拜 就会发布减资的时间表 大概这个礼拜 就会发布减资的时间表 那现在大单有点在 现在大单有在加码进场的味道 大单有在加码进场的味道 国阳间恐怕会有加速补涨的机会 因为到时候只要减资时间表一确定 那么整个行情供的机会 气息就会出现 今天金融股 上礼拜金融股跌的比较多 今天金融股很明显 有转强的迹象 可是不够啦 不够准 因为大盘目前成交量预估只有 1936亿 所以金融股 如果金融股要涨的大盘 当然是不会跌啦 可是金融股如果能够稳住的话 那么当然也能够有效的稳住 台北股市 目前金融股在呈现小涨 电子股比较弱 尤其是在平概股的部分 好 电子股里面 台积电目前跌了1块1 联电跌了2.7% 联电就是财报发布完之后 就开始跌了 联电财报发布完之后 就开始跌了 上礼拜外资 大卖联电6万9千张 但目前空单还是很高 4万张的空单 只要它跌升 可能也不容易 可能也不容易 高档震荡跑不掉 旺宏目前小跌0.4 外资目标价喊41块钱 市值没那么快来啦 可是依照旺宏前三季的获利2.27 比去年同期成长了86% 所以这个跌也跌不到哪里去 反而目标价调高到41块钱 41块钱你要给它时间 料洗干 跌空间不多 随时都有继续涨的机会 今年业绩很好 第四季的业绩 一样会维持在高峰期 尤其又借到苹果 iPhone 12 No Flash一半的订单 那任天堂Switch 记忆体的供货 也在持续加速出货当中 所以旺宏也是随时 会起涨的个股 那现在比较强的群联 群联 依照公司的说法 目前接单很强 大陆的客户一直在下单 那目前 接单跟出货比 接单跟出货比 高达了十倍之多 高达十倍之多 所以就是说 接了很多单才来不及出货 目前出货只占了三成而已 所以有可能会调涨 但目前的状况 不要去追高 因为指标需要修正 群联指标需要修正 等下来再接 我个人认为 法人预估的400块钱 也不为过 48块 400也不为过 可是要时间 尽量等低接 不要追高 现在指标在修正 应该都还有减便宜的时机 所以不要急 那平概股今天 卖要比较重 今天真顶在礼拜五的时候 已经开始跌了 我们在 138的时候 先卖了一次 那后来 下来1300有再接回来 我今天通知会员 120如果破都先走 120破都先走 没关系 等到美国总统选后 大概11月中左右 我们会到Q10回来 所以我今天是120停损先退 等低还要再接回来 那郁金光目前跌10块钱 郁金光还在打底 这个还在打底 把人的目标价是780 780也没那么快来 要等它占上600块钱之后 才会开始再发动 今天平概股还是受到上个礼拜的影响 上礼拜苹果的财报发布出来 其实那个财报数据是好的 至于手机卖的比较差 那是一定的 因为发表时间太慢嘛 你太慢发表 导致于手机销售下滑 可是其他行业 其他商品卖的好啊 还是把整体的获利状况给提高上来 那第四季 苹果的手机就会卖的很好 所以平概股不要看太坏 今天文贸跌了9块钱 文贸上礼拜五外资是买了2000 外资礼拜五文贸买了1200多张 今天蹲下来 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们320已经卖了一次了嘛 对 RightwayQ都回来 文贸长期我是很乐观的 因为公司851的资本支出 已经确定未来接了很多单 因为未来业绩是OK没问题的 所以文贸等低接长期看好 我不知道320我跟大家讲完之后 你不知道你有购吗 因为好几天都有318跟320的价格 可以让你卖 好其他个股完全 亚德克你看亚德克财报发布完之后 礼拜五涨停一天 今天开始下来了 所以key管涨高在发布财报 千万不要去追 很危险很容易套在上面 现阶段的操作优先以个股为主 个股财报业绩好的 股价在低了 逢低买 我上半天跟大家讲过 最后两个月把人做账 一定会进行 尤其从高持股股价在底部的会着手 低档日月光已经开始动了 还有哪些 我在演讲会场上面 我都点出来 你不来听我就没法抖 我就没办法 你可以加入的行列 我们一起来操作 未来两个月外资作账上会买什么股票 你去找这些 高获利 高持股 股价今年还没涨的股票 你如果找不到就来找我 我们的负账线02 2392 3988 02 2392 3988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往及七下不保 节目来破例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